台湾国境开放后的观光经济显示了令人担忧的现象 观光逆差持续扩大 尤其与日本的逆差更是明显 据观光署统计 今年截至8月 国人赴日旅游的人数与日本游客来台的差距达到惊人的5倍 观光逆差不仅与疫情有关 更有其他经济 政策、消费和市场选择等多重因素 日本旅游市场向来是我国观光业的主力 然而目前的情况却大大受挫 不同于外界认为的 因日币贬值与日本推动国旅政策 静怡大学观光事业学系副教授黄正聪认为 我国因深入探讨背后真正的原因 黄正聪分析 除了货币价值的波动 机票价格也是造成观光逆差的重要因素之一 以后台湾到日本的机票价格上升了70% 同时航班作为公补应求 旅客的选择范围大大缩小 相对的 日本到其他地区 如韩国和东南亚国家的航班价格较为稳定 当地的消费水平也相对较低 使得日本旅客选择覆盖等地旅游更具吸引力 台湾过去一直主打夜市和美食的旅游形象 但这种形象或许已无法满足现代日本旅客的需求 黄正聪建议台湾需要建立新的旅游品牌形象 但想要恢复到疫情前的观光业状态恐怕不容易 回顾2019年 我国与日本的观光交流可谓是黄金时期 当时我国赴日旅游的人数与日本游客来台的差距只有2.57倍 但在短短几年间 这一差距扩大到5倍 这样的转变无疑对台湾的观光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随着疫情逐步平息 各国恢复旅游交流成为趋势 然而台湾与其主要的观光市场日本之间的观光逆差 却呈现出愈发扩大的趋势 未来 如何逆转这一趋势 挽回过去的荣光 将是我国观光业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收看Linux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